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當然這個二零二一年已經過了 接下來就二零二二年 最重要還是趨勢 那不過這個 所以聽說你二零二一年 也賺了很多錢 沒有很多一點點 你剛剛不是這樣講的 沒有我是極度保守型的投資人 在講房市之前 因為我知道你們想聽房市的名牌 我等一下跟你講 好 那主要是說 彥莉 那時候我看了她的YouTube的東西 然後盧彥莉講過一句話說 買股票要重視現金流什麼的 你記不記得盧彥莉 我不是這樣講吧 總之就是她是說 買股票要有現金流 所以那時候我在武漢肺炎的時候 我買了一支很重要的股票叫做華航 因為那時候不是飛機停飛 大家會死掉了 可是我想到盧彥莉說 那現金流那應該買長榮才對 因為長榮航的那個 有配股配息比較漂亮 我說我的投資方法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後來太行倒掉了 那個只要是不是國家航空 都有跟討 那長榮那時候在兄弟細強 互相告來告去 所以萬一長榮倒掉怎麼辦 所以我就選了華航 然後那時候被人家笑說 華航不會賺錢 華航就要倒掉了 你買華航幹什麼 那麼多行可以買 然後我就2020年買進去 後來八塊多買的 現在二十幾塊賣掉 二十幾塊賣掉 因為我就想說賺一個疫情財 所以這種極度保守 三倍 就有機會 因為明知道放在那邊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0056 所有的老師都在教 說0056的除錢息怎麼玩 賺個那個八趴十趴這樣子 然後就玩一下 反正5056到年底 不是會除錢息 就除錢息之前進去買 然後賺那個配息 然後等他 因為他每一年都會填息 所以我賺到一個 八趴十趴的那個獲利 那當然還有重要的 就是台積電 可是二零二零 二零一年買台積電的人 其實是虧錢 我是二零二零年買 他很早就買 我蠻早買 那時候人家沒有要 可是台積電 那時候宣布說 好 要去美國設廠 然後要花多少多少錢這樣子 對 都覺得可以買 為什麼不能買 手上有一點錢 可是我不敢做多 我就買下去 然後就等到現在 不敢做多是買幾張 沒有 就一張一張慢慢買 這樣 一張一張慢慢買 也不得了 就是一張一張慢慢買 三百六十 就 可是因為那時候 大家開始講說台積電的房市效應 台積電到處去玩什麼樣的 所以什麼點石成金 南京就可以炒房 美國也可以炒房 然後到最後台南跟高雄 現在不是炒翻天 對 可是我總是做點事情 給大家知道說 到底買台積電股票好 還是買台積電的房子好 所以就一點點買 因為台積電花那麼多錢 一定要賺更多錢才會回來 所以兩百多塊 漲到現在六百塊 我覺得還可以再等 你兩百多塊買的 兩百多塊買的 現在漲到六百了 還可以再等 一張賺四十萬 我覺得還好 你一張一張買 剛剛不只賺四十萬 因為還有配股配息 對 特別是 可是重點是說 當初在買台積電 股票的那些 他們可能沒有想到說 我應該買房子 還是買股票這件事情 對 因為如果說今天台積電 宣布在臺灣社新廠 比如說高雄社新廠 你們吵翻天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高雄 現在還沒有 什麼譜都沒有 萬一突然間台積電說 我們高雄不去 你不是大家吐血 對 可是股票 反正他宣布社新廠 開始蓋房子 開始要量產 不管怎麼樣 他都能夠賺到錢 所以你那麼早就 就看到華航可以買 那現在可以 你覺得有什麼可以買 我覺得現在沒有看到機會 現在沒有機會 現在到處都在歌舞生品 互相吹來吹去 然後或者是說電視上 或是說網路上看到那些 那種這一支可以買 那種感覺又像出貨文 就是各個老師講的出貨文 都不太相信 因為我覺得抓趨勢 這件事情是一個很好玩 可是偶爾做一次 就可以賺到很多錢的事情 而且是保本 所以你看武漢肺炎來 你不做一下嗎 災難財 大家都可以發一下 那我們股票做一下 因為你知道他未來一定會好的 那你華航買幾張可以說嗎 其實不多有十張而已 十張 因為再買多就 就真的我覺得很羞恥 賺二十萬 現在二十八塊 賺二十萬 那已經一張賺兩萬了 就不多 十張就二十萬了 就不多 今天再賺你根本就不用上班 那我還是繼續來 不是啊 就是我覺得就是玩玩看 因為對我來講 我是極度保守 所以現金放那邊跟股票 萬一華航下市 我也都沒了 所以當然我們現在說 悔不當初 可是不能這樣想 而講的是說 我們有賺到這一點點錢 可以了 有點點心錢 這樣就好了 瞭解 好 那我們今天也邀請到大庚老師 他寫的指揮攻略 主要是講這個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年是一個 如果要增加財富 你要注意什麼 二零二以那個命理的角度來看 那事實上 因為我每個月 我都有在預測上面做預測 那實際 我們在幾個月前 就開始在降 那個通膨會出現 當然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這個事情了 那悶了兩年之後 大家都會希望 不管是那個有賺到錢要賺更多 沒有賺到錢的希望要跟別人一樣賺更多 所以大家會拚命的想要有更多的機會 可是往往在這種時候 因為那個世界的局勢的動量關係 因為你很想要的時候 反而會有一點點覺得 錢有點卡 我想要投 可是我到底該不該去投 他會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那但是以台灣的情況來講 台灣應該在二零二二 那個股市的狀況都還是保持是好的狀況 保持好的狀況 對保持好的狀況 因為實際上其實從庚子年開始 就是從二零二零二零年開始 二零二零年開始 它是一個每六十年一個循環的變動 那這個變動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規則的破壞 所以本來資金開始去的地方 他不會再去了 那原本台灣沒有進來的地方 就開始回來了 所以台灣的股市會一直被推上來 對 但在那個情況之下 就會變成是很多 像剛剛那個提到說 現在大家都在看股票這件事情 其實命理業 絕大多數來算命 都是來算愛情的 都來什麼 都來算愛情的 但今年全部都來算賺錢的 連女生都來算賺錢的 對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個狀況就是已經很熱的狀況 但因為局勢是如此 所以應該明年的狀況 都還是不錯的 但是我覺得二零二二二年 有兩件事情是要非常注意的 就是說這兩件事情 其實是會貫穿整個投資的環境 第一個就是美國的那個聯準會 他要把QE結束 那貨幣寬鬆要結束 對 貨幣寬鬆結束 然後貨幣寬鬆結束的 根據過去十年的一個經驗 留兩次的貨幣寬鬆 結束的時候 通常在他的前一個月 或前幾個月就見高點 所以股市的高點 就可能會在貨幣寬鬆 結束的前見高點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要注意的就是 因為他寬鬆結束之後 馬上就要升息 所以這兩件事情 其實就是貫穿民的一個投資主軸 所以可是因為現在 2022 對 貫穿這2022的投資主軸 是 那這樣子就是說 你就是你變成說 現在今年 就是2021年的這個狀況 就是說他的資金很寬鬆 經濟景氣很好 這個已經創造達到一個榮景 那2022年顯然這個榮景 是不會比2021年好的 但事實上整個的資金的環境 還算是寬鬆 所以事實上就是說 其實是有機會 但是明年的操作的難度會 就是2022年會很高 就是說所以有人就建議說 你就是要一個大箱形的區間操作 你可能看到高點 你就要見好就收 然後等到它跌下來的時候 你會有再有 你需要等待時機 因為現在很 大家都很急躁 就覺得說利率那麼低 我報的現金會很恐懼 像我有一個朋友說 他每次他都擔心 股市在高點 他把股市賣掉 他那天他跟我說 我現在報一堆現金 我很恐懼 然後他說他去買房子 好像大家都洗手 大家也都不賣 因為大家都擔心通膨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種事情 就是說你這種焦躁的心 到了在2022年 你是要比較平靜一點 就是說你要等待機會 獵人是善於等待的 因為其實這個股市的波動 他們認為在第二季 是會有大幅度的波動 那那時候大幅度的波動 反正是你一個機會 所以說我們要密切注意 因為其實我們還是會受到 美股影響 那美股的主要就是會受到 這個那個FED會把這個 美國聯準會會把這個 貨幣換送給結束 因為然後結束之後 它會馬上升息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影響到我們 所以我覺得2022年 是一個風險跟機會都並存 而且是操作難度 比較高的一年 我完全同意 我忍不住想補充 因為慧珠姐講得很完整 我就補充一些相關的一個表格 就是說2022年 臺股的變化性跟挑戰性比較大 主要是因為2021年年初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看很多外資報告 我記得2021年年初的時候 那時候外資預估 臺股全年上市三位公司的獲利 那時候看到大家是預估成長 25%到30%左右 就沒有想到台灣真的太厲害了 缺晶片 什麼東西都缺 所以我們2021年 上市三位公司的獲利 大幅成長六成 六成很厲害 所以我們股市真是有基本面 漲到一萬八 可是2022年 目前我看到的一些預估是 外資普遍是預估2022年 台灣上市三位公司的獲利成長 大概是好一點是5%到10% 我還沒有看到超過10%以上 那當然有幾個結構性的因素 對 基期墊高了 然後金融業有一點虛胖的問題 我的意思是說因為金融業有很多的資本利的 買股票然後買債券賺到錢等等 那大家普遍的看法是 2022年電子業的上游會優於中下游 那我呼一下剛剛惠祝姐講的就是說 因為其實升息會對臺國來說就是變化球 對 那主要還是因為呢 現在大家觀察是到底是5月6月7月還是升息 不知道 因為我們也不是包額嘛對不對 最近有可能提前升息 那總之應該是不太會拖過6月 因為美國現在通膨的數據 實在是太可怕了 那我幫大家做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統計 就是說我們就上一次的升息的狀況來說 上一次美國縮減QE 我簡單來講 大家聽重點就好 上一次美國縮減QE是2014年1月到10月 隔了一年多到2015年底才真正升息 那美股真正下跌是在升息之前 升息前呢 美股就跌了 標普那一波是跌15% 那台股呢 因為我們比較淺跌性市場 我們跌了28% 好 所以現在大家就在討論說 這一波就是2022年 這一次美國升息 台股會不會跟上一次一樣 我們重挫28% 我覺得不見得會有這麼大的一個跌幅 因為我們體質真的有比較大的一個改變 但是就是說確實會震盪劇烈 但重點來重點來了 重點是真正升息 一旦宣佈升息之後 就表示全球體系真的很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上一次呢 真正升息的期間 美國從零 零趴 然後升到二點五趴 那標普500是升 是漲了二十趴 那台股也漲了十六 十七趴之間 升息還漲 就 我的判斷是啦 宣佈真正升息的那一天 大概股市就見底了 因為會提前反應嗎 會提前反應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台股 有比較大幅度的拉回 修正 對 不要害怕 是進場的好時機 就是進場的好時機 零零五零 零零五六七 五零比五六有報酬力 零零五零或是你喜歡買的一些 台積電或者是聯電 這不是報名牌 就是分享半導體的一些個股 然後或者是 比如說我自己也很喜歡買基金 台股基金定期定額持續扣款 或是單比 其實單比下手的比較好基金 台大書卷獎 十秒鐘 十秒鐘就好 2021年0050是漲二十趴 我買的那幾檔台股基金 平均是漲六十趴到八十趴 當然你覺得 台股基金會比0050差嗎 我不知道怎麼覺得 只是你都沒請客 不是 就是GEO的 厲害的基金競言 其實操盤績效是很好的 是